大家好,歡迎來到廣東話大圈子 我是一心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一個連接詞 學新野 或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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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用法的句子結構就是 一個選擇 再加或者 再加另一個選擇 而第二個用法的句子結構就是 或者 再加一個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我們一起看一下一些例子 你可以用八達通或者散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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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裡 八達通就是第一個選擇 而散紙 而散紙就是第二個選擇了 你可以用八達通或者散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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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用八達通或者散紙 我們一起看一下或者的另一個用法 你用八達通或者散紙 在這裡 是 那邊 是 是 是 那邊 那邊 你會喜歡 就是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試一下臭豆腐啦 或者你會喜歡呢? 試一下 臭豆腐 啦 或者 你 會 喜歡呢? 嘗試一下臭豆腐啦 或者你會喜歡呢? 好 那大家就練習一下啦 都是那句 黃東話是我沒有魚 但是如果有任何菜漏 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 是這麼多 吃飯先